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 你看 多来一个啊 好看得多了嘞 来看一看啊 小姐 这么多江湖人士都奔这儿来 肯定有大事发生 咱们呀正好看看热闹 你忘了我说的话了 这里江湖人士众多 九流难免暴露行进 尽快离开吧 我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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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快抓 抓谁呀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来人哪 快一秒点 让开 你抓住他们 最新鲜快抓住他们 有费 washed? 你让谁啊 抓谁呀 来人 还会抓住他们 小姐 站住 姚月 不然我要了你的命 别喝起个 吵丫鬟 光天化日之下敢行妾 还敢居众行凶 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 老子不知道什么叫王法 老子就是王法 如此穷凶极恶 太嚣张了 柳儿 收拾他们 姑娘 谢谢 你们的钱带 谢谢 少爷 没事 没事 我客气 走 来人 把这几个人都绑了 移交官府 是 走 没有认错 可否是铁捕头 秦大侠 铁捕头 可否赏脸到舍下一坐 多谢秦大侠的美意 不过我今天还真的有要事在身 请您谅解 铁捕头再推托 就是瞧不起我亲情 到了凤城 岂有不到舍下 喝杯水酒再走的道理 这要让江湖的朋友知道了 肯定会骂我老秦 小姐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秦大侠 不过以后 您还是不要叫我铁捕头了 我已经此官 以实戒布衣 不当官好 不当官说句话更随意了 铁捕头 请 看一看嘞 好 好 好啊 这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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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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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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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可是大夫人 里面请 里面请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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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 恭喜 里面请 里面请 秦大侠 这是 明日秦某纳叙 是小女大喜的日子 我说呢 人来这凤城中的大事 就是秦大侠嫁女啊 合着这么多江湖人物 都是奔明这儿来的 秦某就是一个女儿 对我来说算是大事 朋友们给面子 都来喝几杯喜酒 没想到 还能请到铁骨头 老夫脸上有光啊 来 铁骨头 里边请 请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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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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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 好 好 这边有 好 好 这边有 恭喜新闻主 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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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主 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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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边走 这边走 好 恭喜啊 好 恭喜啊 谢谢啊 恭喜新闻主 谢谢 谢谢 秦大侠 您请赐并 不用照顾我们 两位 尽管随意 等一下我叫人 安排你们的住所 把这里当成自己家 千万不用客气 严不得 请 来来来 下个我已经 来来来 喝 喝 喝 来 来 来 这边 来 来 铁肥花 铁肥花 兄弟们 做好准备 给我上 好好 来 看你五叔 舞得真好 你也别帮他看 多吃点 吃着呢 铁肥花 你们想干什么 没你的事 快看 你 丢儿 霜让我早坐下 这笔话 你可记得 蒙虎债的胡债是吗 蒙虎债的胡权 我当然记得 之前他做我多端 被我抓到牢里 如何 记得就好 他破体邪无觅处 得来群不费功夫 既然今天让我遇下了你 我大哥的仇 我就替他报了 你敢 报仇也要分场合 你们赶紧退下来 今天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我跟你计较 你不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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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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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大哥喜宴上胡闹 谁给你的勇气 杰大侠 让你受惊扰了 早就听闻 鹅眉鹿大侠的威名 今日一见 果然不投凡相 多谢 大哥 请不住 前面招 前面招 铁不头 都怪我照顾不周 请铁不头 可妨休息 请 两位请 多谢 多谢 朱玉镜 而风不止 莫名其妙 秀节外生枝 小姐 既来之则安之嘛 好好休息两天再赶路 你不是总说磨刀不务 砍柴工吗 这点心真好吃 你呀 总是有话说 你把我叫到这里 撕破脸皮 就是为了说这些琐碎的破事 你屡次三番纵容手下弟子 坏我的生意 抢我的地盘 我念在兄弟一场 没跟你计较 可你倒好 现在是变本加厉呀 把买卖 都坐到我家门口来了 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听到什么了没 什么 听你这话的意思 好像是我在背后 直视一般 吴臣 不要以为 这几年老大帮了你 你壮大了势力 我就会怕了你 我告诉你 今天我好言相劝 你若执迷不悟的话 别怪我不讲兄弟情面 丘大侠 你还想杀了我不成 问题是 你有这个能力吗 二位好兴趣 是在切磋武功吗 是啊 是啊 六弟新创了几招拳法 我跟他切磋一下 果然很厉害 见笑见笑 绕了铁捕头的清静 六弟 既然切磋完了 我们赶快帮大哥 招呼客人去吧 好好好 走走走 走走走 走 好 好 好 这人真好呀 相太好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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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吃块糕点 好 可好吃了 为何还不现身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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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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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好香啊 娘子陪我玩 娘子陪我玩 哪里来的你贼 本姑娘今天会杀了你不可 这下留人 姑娘息怒 你们不陪我玩 我自己玩 齐大侠 这位是 也不到 十四年前 五月派掌门人 也就是我的师兄赵托 全家上下三十余口 被朝家屠戮殆尽 赵家大宅 也就是我的师兄赵托 也因为一把大火稍微灰烬 幸亏上帝眷火 为我师兄留下了一根毒苗 他就是我师兄的儿子 赵丽 秦大侠 都搜遍了 就这一个 告诉他 来 你 但是 重大的变故 和巨大的惊吓 孩子无法承受 从那以后 赵丽隐就一直疯疯傻傻的 这孩子实在是可怜哪 来人哪 在 把少爷 附回自己的房间 是 是 少爷 可惜了 一表人才 无用武之地 是啊 世事难料 杀害他全家的贼人捉住了没 没有 我师兄一生行下仗 杀过很多旁门左盗 这些恶贼 想必是来寻找 官府也急查多年 编和过同道中人一直追查 始终无过 这也成了我这辈子的一大汉事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我相信那个凶手 我会一直逍遥法外 铁大侠 我大哥是为了他师兄 允许他相过 这才把女儿嫁给了他 什么 赵临他就是新郎 没错 赵临 就是我的女婿 老爷 不好了 什么事 慌慌张张的 后人有情况 你们别人 不不亡 感谢 转弹 会 後人 他们 很呃 好的 时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老铁部桃 请 各位贵宾 我大哥家中出了一些意外 希望大家给予配合 把我大哥秦大侠当朋友的 请不要擅自离开 你就相安无事 如果不把我们兄弟当朋友的 擅自离开着 我陆某 绝不轻饶 陆某在此谢谢大家了 走 大人 你谁 都没吃 我の Mitsubishi 有啊 铁骨头 铁骨头 有什么发现吗 暂时没有 还是先把 吴大侠的尸体 吐山安置吧 估计 你 爷子 他 follow me 三号 铁大侠 我们兄弟六人是节意进来 以秦大哥为首 虽无血缘 但也胜死亲兄弟 这次五弟遇难 我们兄弟几个确实很心痛 所以肯倾铁大侠 匪心抓住凶手 我等感恩不尽 我一定会倾尽全力 不过这件事情 还需要几位大侠的帮助和配合 如果有什么需要 您尽管张口 暂时还没有 秦大侠 可否借一步说话 不必 我们兄弟还得在外面招呼宾客 您就跟大哥在这儿说话吧 兄弟们 走 铁骨头 有什么话 您请说吧 之前我仔细看验了尸体 并且观察了一下 案发现场的痕迹 大臣能够判断出 凶手所用的武功招式 所以我想给你展示一下 听不到 请 什么事 或者走 有什么事 闭嘴 我 他在杀 戍 他在杀 除了 他在杀 冷 您 闭嘴 车 如何 有两招剑法 我没有见过 貌似这两招剑法 专门是为了克制 吴臣的剑法 其他几招 我知道 其他几招剑法 是倾城派的松丰剑法 倾城派 兵壳当中 可否有倾城派的人 有 有一位你刚才已经见过 难道是邱勇 断魂剑客 邱勇 听不到 你不会是 凶手的武功 并没有比吴臣高多少 可是 很快就将他杀死 这只能说明 凶手很熟悉吴臣 并且熟悉他的武功剑法 甚至于为了制服他 刻意设计了几招 能够制服他剑法的招式 才能在几招之内将他杀死 进攻 前方还是他人 还是有失败的 以后教他也分手 是啊 这只能那种 他还会死 垃圾 善胖 你不挟人 算不挟人 大约 你不挟人 你不挟人 您怀疑我 你若讲出实情 此事还可以周旋 不要等到没了退路 到时候我也救不得你 大哥 您这什么意思 您 您不能这么乱扣罪名啊 我只是询问 你 不必这么激动 根据现场的痕迹 凶手用的是倾城派的剑法 并且还非常熟悉 吴臣的武功剑法 而且你的身形 体魄 跟他都十分地相似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你有杀人动机 所以我无法不相信 这件事情不是你干的 你不要缺口碰人 对 我是跟他有过节 但我没有必要杀了他 大哥已经受了你的挑唆 才会怀疑我 我跟你肃无原仇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六弟住手 大哥 等我杀了这个妖女 再跟你解释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不是你 我自会还你清白 什么神不 不过是浪特虚名罢了 无怨无故地陷害我 我杀了你 铁不头 对不住了 您没有对不住我是吗 他不肯承认 我还需要做一些调查 而且虽然他的嫌疑最大 可是毕竟不是铁证如山 我还需要再搜集一些证据 至于他 还是先看管起来吧 有劳铁不头啊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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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上吧 少爷 何时喧哗 导爷 您快去看看吧 领少爷一趟 好 少爷 您别这样 把衣服穿上吧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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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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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玩 你见过吧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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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 少爷 少爷 别玩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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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儿 来 把衣服披上 叔叔 铁儿 你看 安静点 他们都不陪我玩 铁儿 别闹 叔叔 别闹 你陪我玩 你陪我玩 铁儿 你陪我玩 叔叔 铁儿 铁儿 你和我玩 铁儿 吧 我们 key 不是 我是 我 你 还 你 我 我 酱 你 我 你 不 我们 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咒读之人 绝无生还可能 湘西 怎么 我兄弟六人 罗玉龙 罗玉虎 号称湘西双雄 他 他们是湘西人 可是罗氏兄弟和秋勇 素来交情不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朋友在一起 然后把他在这边 都不放松 我忙一下 我笑一会 我会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说你会不会把他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说你会不会把他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放 鬼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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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 鬼粿 鬼粿 谁杀那儿老六 不错 谁杀的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我相信 很快就会知道了 大哥 我们兄弟二人 找您有点私事商量 大哥 我找你 私事 铁木头 防老您回避一下 稍事我就会找您 好 那我们一会见 我们下一个人 我们下一个人 再来 我跟我们下一个人 上一个人 是 这一切 我们下一个人 是 有 不知道 想不起来在什么时候调的 小姐 怎么样 咳嗽 我把后面的家眷 家丁 丫鬟都问了一遍 说得都差不多 没有人在后院见到过外人 从昨天到今天 在后院见到的 除了咱们 还有秦大侠的六个兄弟 除此之外 就再也没有人见到 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我告诉你是什么时候调的吧 是你自己太不小心 杀邱勇的时候 被他给拽掉了 大哥 你什么意思 是想宰敗我们兄弟吗 宰敗 人是谁杀的我不管 但是 谁要是想坏了我的好事 我自然不会坐视不力 大哥 五弟和六弟的死 恐怕最高兴的人是你吧 你的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呀 他们人不是我杀的 如果 你们再继续靠无哲拦 我可真要杀人了 杀我们 你是有这个能力 不过想杀我们 你也得费一番功夫 外面有这么多的宾客 还有特意请来的铁飞花 不过在杀死我们之前 我们都说出很多事情 这么说 你们这是威胁我了 大哥 你让我们等得太久了 我秦某人说过的话 从来就没有不对现的 你们又何必心急呢 我们不想在这是非之地 多作逗留 拿到东西自然消失 不再来烦你 我答应你们的 自然不会少 不过不是现在 你们心里应该清楚 威胁对我起不了 任何的作用 只夺一年之后 我自然会兑现我的承诺 如果 你们 想撕破裂 我自当奉陪 也罢 毕竟多年的兄弟 我就再相信大哥一回 一年之后 我们自然来讨债 告辞 慢着 我希望你们心里清楚 就是 就不要再提了 什么 罗氏兄弟走了 我确定 凶手不是罗氏兄弟 肯定是另有其人 秦大侠 是你请我来办案的 可是又自作主张 是何道理 凶手绝对不是他们 倘若铁捕头 能找到进一步的证据 证明他二人就是凶手 我秦某愿意担当一切 那还是赶紧报关吧 现在已经死了两个人 凶手还未出现 我估计你的喜事 是无法顺利进行了 不管凶手是谁 在我大喜之日 到我家中杀人 分明是在挑衅我 我一定要抓住他们 还衣颜色 让他们知道 我秦某绝对不是 可以随意招惹的人 你 对我说 我跟他对手 一定不算的 他们都快要追捕 我对手 里面就不为了 我计划 我会先键 他人是 companies 我已经担心了 我担心了 大家 allez 我让你买 Ü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insists 小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傅也部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 怎么回事 老爷 令 1992 不知道怎么流进了小姐的房间 把小姐的衣服都扯破了 还把小姐的脸 画得乱七八糟的 齐叔呢 去把齐叔找来 是 老爷 醒来 齐叔 解如 把少爷带回自己的房间 我刚刚点了他的穴道 让他睡一会儿 就让他在屋里待着 哪儿也别去 明白吗 都给我出去 是 是 你要干什么 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了 给我忍住 等到明天拜了堂 多了亲 一切 都会好起来的 只是让你装装样子 又不是让你真嫁给他 只多一年 等到他死了 爹就给你找一个如意郎君 你想要什么样的 爹都找给你 只是 明天的亲事 是要身身历历的办好 明白吗 明白吗 嗯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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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兄弟 虽然你们躺在这里不能说话 我知道 你们有好多话要跟二哥说 大哥干的对吗 兄弟 放心 二哥一定要把咱们这些年 应得的东西拿回来 小姐 现在怎么办呀 线索指向秋勇 秋勇却死了 罗氏兄弟有嫌疑 却又被琴棋放走了 我这边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凶手现在正在准备进行下一步行动 可咱们还是不知道凶手是谁啊 该怎么抓到他呢 什么人 你是谁 狐狱 我在后院看到一个面目可怖的老人 他是谁 是个杂役 大家都叫他七叔 是个外乡人 因为家中遭受火灾 就剩他一个人了 这个府里的人都不愿意照顾赵霖 这个火自然就落在七叔身上了 两个可怜之人 说到这个赵霖 真是又可恨又可气 天天发疯 经常打得七叔遍体鳞伤 七叔也没办法 为了活命只能忍着 别不抖 你也没吃喝 他一定要喝 你也能喝喝 快哭 怎么回事 我可以帮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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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氏兄弟 虽然不是武功高手 可是也不是阮世子 他们竟然在凶手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这个凶手很厉害 我仔细地研究过来宾名单 能让罗氏兄弟无法还手的高手 的确有三五个 只是当时他们都在大厅 并没有离开呀 如此看来 能够杀死罗氏兄弟 又有钻时间的人 现在只有二位了 大哥 铁捕头说得对呀 你我都有单独行动的时间 铁捕头 你不会真的以为 杀人凶手就是我们兄弟吧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我只是觉得 我们确实低估了凶手的能力 听不懂 接下来要做什么 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 就是凶手不在宾客之中 所以让宾客们都散了吧 秦大侠 你的喜宴恐怕无论如何 也办不成了 唉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老爷 秦大侠 贴不到 您的衣经上怎么会有血迹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自己来吧 你赶紧去找凶手 好 你赶紧去找凶手 狗贼 还不束手交擒 果然是你 说 老五是不是你杀的 老二也是你伤的吧 你赶紧去找凶手 你不能杀他 你要杀了他 我们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邱勇 现在你还不承认吗 没错 都是我干的 只是可惜 没能杀得了秦琪和陆瑶 你就被你们发现了 如今我落在你们手里 无话可说 要杀要寡 欺听尊便 不愧是江湖中人 道士也爽快 只是我不明白 既然你跟他们是结拜兄弟 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有道士 天道轮回 报应不少 李大侠 如果我说 我是在替天行道 你信吗 念证 休要胡言乱语 秦大侠 你也怕了吗 看作不敢当啊 十四年前 秦大侠你 来人 老爷 把他给我押下去 好身看管 明日宗教官府 是 老爷 廷布头 您这是什么意思 有劳铁布头 帮我破了凶案 这是秦某的一点心意 还请铁布头笑纳 秦大侠 您不觉得这样 小瞧了我吗 铁布头 莫非是贤亲吗 无妨 我这就找人才多纳下来 秦门主 有什么话 我们还是明说吧 是 有什么话 多亏铁布头 帮我破了凶案 只是 邱勇杀人 恐怕会牵扯到 我们兄弟之间的 一些私事 可能 不足为外人所到 剩下的 就 不劳铁布头了 我自会送他到 官府头案 可我铁飞花 向来做事有始有终 如今这个案子 还有诸多疑点 并未解开 并未水落石出 我岂可 半途而复 难道铁布头 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吗 你现在不过是一介草民 破案也只是我请你 帮忙而已 现在酬金已经复过 你们 也该离开吧 秦门主 莫不是你有什么秘密 怕我知道 撇废话 既然主人已经下了逐客令 你们就该速速离去才是 以免伤了何几 如果你非要继续破案 那就请你拿着官府文书 再来吧 秦门主 总告 你 请问您 最后 百分之后 他就带上 这要是 无论 那 我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 你就好好享受吧 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的帮手是谁 说 有人逼我 他抓了我家人来要欠我 快 快杀了我 杀了我 谁逼你的 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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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飞花铁不通 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 成不通 好久不见 深夜来访 冒昧了 明面请 请进 啊 啊 大哥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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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弟 秋勇抓着了 啊 好啊 大哥出马 真是不同凡响啊 秋勇 承认是他做的 那他有没有说 为什么这么做 不知道 他刚要供述他的同伙是谁 就被人杀了 他还有同伙呀 啊 二弟 金冲药怎么不用 哦 哼 我的伤不严重 不用服了 嗯 二弟 二弟 不会是根本就没有受伤吧 哼 哼哼哼 哼 大哥你带着刀来找我 一见门又说了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大哥 你这是要干嘛呀 二弟 你不会是想和邱勇联合在一起 算计我吧 大哥 你这话 太让兄弟寒心了 咱们兄弟六个人当中 是谁一直对你忠心 又是谁遇见事情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你的 没错 一直是你 大哥 我可是一直 都在维护着你的尊严 这个我知道 那么既然大哥都知道 大哥就更不应该怀疑我了 大哥你看 这一件我要是不躲得及时 我身上就会多一个透明的窟窿 二弟多虑了 我只不过是来看看 你这里有没有动静 我把邱勇的同伙趁你受伤之际 会对你不利 我只是过来给你提个想 那兄弟就谢谢大哥了 小弟一定会多加小心 小弟再多说一句 大哥 你也要注意安全哪 再 cheesy 二弟 好好休息 大哥慢走啊 十四年前 奉承境内最大的一桩案子 就是五月门主赵托家的灭门血案 赵托死后 秦琪就顺理成章地 做了五月门的门主了吗 是的 那赵托的死 最大的授予人就是秦琪 说起来的确是这样 我刚才检查了 所有十四年前的卷宗 我认为邱勇所说的 指的就是赵托的灭门血案 赵家灭门案 是当年轰动武林的一件大事 那凶手十分劳烈 毁灭了所有的蛛丝马迹 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 这毕竟是蓄毛已久 精心策划的 这个案件 当年是我师父负责的 我师父也追查了三年多 最终 还是不了了之了 只是可怜了那赵托 年轻有为 不仅是五月门主 掌管了一方宗派 更是我们凤城一代的首富之家 谁能料想 这一夜之间 惨遭灭门 虽然留下一只毒苗 却还是个傻子 你是说赵琳 正是 赵琳是我师父勘察现场时 在瓦砾之中发现的 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是由于惊吓过度 已经神志失常了 那秦琳是何时收养她的 赵家出事的时候 秦琳在距离凤城不远的地方 出事以后 秦琳很快得到消息赶到现场 由于她是赵托的师弟 也就顺利成章地收养了赵琳 那你们当时可曾调查过秦琳 当然调查了 请问主 我们又见面了 秦琳听说你们府中发生了命案 现在请您配合我调查案件 请别 开关 是 是 别不投 成不投 久等了 坐 坐 陆大侠 二位找我有何贵干呢 陆大侠 我们今天来是想问问您 十四年前那种案子的事 十四年前 我真记不清了 怎么 这个案子还没有了结吗 已经结案了 好 那就好 那为什么二位 还要提起这么久远的事情 职业病吧 因为都是手段毒辣的凶杀案件 所以在想 会不会是同一拨人做的 毕竟 都是发生在五院门主的家里 是啊 真奇怪 会不会是个巧合呀 或许不是巧合呢 这真是两只老狐狸啊 滴水不漏 找不到破诊 看来突破口 应该是在凶手身上 只要找到凶手 那十四年前的案子 应该就能解开了 希望如此吧 不过根据现在的线索 还不能确定凶手 到底是什么人 虽然还不能确定 但是我相信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好 来来来 道上 二弟啊 我们兄弟俩今天喝点 二弟 最近这些天啊 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们兄弟六人 如今 就剩下我们俩了 今天 好好陪大哥喝两杯 一来呢 是缓解一下 心中的伤悲 二来 当哥哥的 要向你赔罪 大哥 你这是哪里话啊 咱们兄弟二人 那是情深似海啊 怎么能说 这么客套的话呢 二弟啊 这杯酒 哥哥我要敬你 敬你这么多年来 一知重情重义 请吧 二弟 二弟 大哥 邱勇第一次炸死 第二次被杀 是否都是用的毒啊 没错 那又如何 凶手一定在暗主盯着我们 大哥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哪 二弟说的是 来 干 干 吃菜 大哥 怎么没听铁肥花 和成羽一起前来饮酒啊 不过是两个朝廷英犬罢了 不用去理会他们 大哥所言极是 是 可是 这二人为什么向我 提起了十四年前的事情呢 十四年前的事 什么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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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间太久了 我还真记不清了 你看我这想半天还真想不起来了呢 那就是了 大哥 嗯 可我清楚地记得 我有些东西还在大哥这儿呢 十几年了 是否能还给小弟啊 这件事是当哥哥的不对 兄弟放心 哥哥早就准备好了 这就拿给你 那就 就有劳大哥了 来 二弟 这是这么多年 哥哥欠你 现在 林本代曆还给你 你清点一下 哈哈 点什么 我还信不过大哥吗 来 大哥 干 干 干 忙 早就完成了 早就装了 没有 早就不好 了 小鬼 杀 健康 湯 令人 下 等我 帖不头 你果然了事如神 陆大侠 什么毒药 如此厉害 好 棋叔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要杀我 这种毒药防波生防 这药用了没有不成功的可能 这两种药物各自都没有毒性 但是一旦混合在一处 那就是天下最毒的毒药之一 没有解压 没有活路 琪琪 你只有狗 七叔 七叔 你跟我原本有什么关系 料想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竟然用如此凶狠的毒药 他的毒 不是我下的 你不是药吧 如果我猜的没错 你应该是赵托的家人 陈姆腾 你给他做一下笔录 我还有事要 我还没睡 所以就想来跟你讲一个故事 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 反正我也无事可做 听听故事也是好的 从前有一个人 他一心想当门主 可是门主呢 是他的大师兄 他的大师兄又聪明又能干 只要他大师兄在 这个人 这辈子都不可能当上门主 这个人又嫉妒又恨 并心生胆意 于是 他就勾结了其他的几位兄弟 在精心策划之后 这几个人在一天夜晚 来到了他大师兄家里 把他大师兄及其家人 全部都杀死 这六个人 又非常仔细认真的 清除了所有的作案痕迹 最后一把火 烧了他大师兄的宅子 不慌不忙地 逃离了县城 这个故事真是可怕 第二天 当这个人假装听到了消息以后 赶到他大师兄家里 却发现 他大师兄的小儿子 居然还活着 情急之下 这个人原本是想把这个孩子杀了 可是当他发现 这个孩子因为惊吓过度 而变成了一个傻子的时候 他就转惊为喜 将这个孩子收养在了身边 最终 这个人他如愿以偿地 当上了门主 摇身一变 成了江湖上的大侠 他将这个傻子抚养长大 并且对他照顾有加 听完这个故事 你觉不觉得 很讽刺呢 我倒是没觉得讽刺 我认为这个人 非常了不起 秦门主 您果真不同意常人 只是 这个人他将孩子 慢慢养大 并没有偷偷杀死 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 而是因为 他另有企图 因为这个孩子 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万贯家财 而这个人想得到这笔财产 因此 就等着自己的女儿 长大成人之后 想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这个傻子 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得到这笔财产 你说这个人的如意算盘 是不是打得啪啪响了 铁捕头 我非常佩服你的想象里 只不过 你别忘了 这就是个故事 听一听也就过去了 后来 当初帮助这个人 行恶的那几个兄弟 看到这个人 自己享受到很多好处 可是并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 换句话就是 分赃不均 彼此之间产生了矛盾 离心离德 最后被别人钻了空子 一个一个地被杀了 你觉得是不是很可悲呀 铁捕头 我开始好奇了 杀人凶手是谁呀 凶手你会知道的 只是秦门主 我想知道 在你听完这个故事以后 你觉得这个门主 有做了这么多恶事 是不是应该接受惩罚呢 铁捕头 这也就是个故事罢了 故事和真相之间的区别就是 故事是不可能证实的 而真相是可以证实的 故事 永远只能是故事 前路 可这 jedoch 也有仅仅能看你 真相 诊二 写送到那儿 去回来吧 还归回来呀 不依然仅仅这样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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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龙剑法在你手里 一直都在我这儿 这十几年来 我从没停止过练习 在我眼皮底下 你偷偷练剑十年 我居然没有发现 快 赵叔叔 我要在此练功 你要为我护法 我有不懂之处 还要请你指点 好 好 七叔 腾龙剑法我已练成 少爷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研究这六个人的剑法 根据他们的剑法 我也创造了一套剑法 不过这套剑法 只对他们六个人有用 对于其他的高手 一点用途也没有 好 你交给我 我根据说 你这才是什么人有用的 你对不起吗 我就是说你 你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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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雷坠跟隐患 还把腾龙剑法送来了 那我就小闹了 你 清晰 你不是一直想要腾龙剑谱吗 你听好了 怎么了 李二 是准备求饶了吗 可惜晚了 于日间及夜境无事之时 获一阳之来侯 端身正坐 扣持三十六通 逐一换及身中诸神 然后松宽一带而策落之 决在必对 目外垂怜 赤龙头之上恶 并吸收一族 持之勾 阴阳归嗆 事外日月交功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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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 十四年 十四年我日思夜想的就是这一刻 现在终于被我等到了 七叔死杀路遥失败被抓了 猜到 我知道你是为了复仇 可是杀人毕竟是违法的 收手吧 我不喜欢杀人 但是血海深冲不能不报 我会带着七叔去找秦琪 十四年前的血案 我会让秦琪当面认罪复发 你太不了解秦琪了 她是不会认罪的 铁铺头 你已发现我的秘密 我现在求你一件事情 请说 如果秦琪真的认罪伏法 我便从此销声匿迹 不再动刀剑 如果她不肯 我请铁铺头答应我 给我一天时间 一天后 请你带人到赵家祠堂后院找我 我定会跟你去衙门头案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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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怎么知道赵霖 才是真正的复仇者 卢氏兄弟被杀之后 我通过检验他们身上的伤痕 就已经知道 凶手应该是两个人 而且其中一人 是用了五月门的五步 赵玉刺杀陆瑶时 我看到了赵玉的五官 赵玉是两名凶手之中 武功低的那一个 从那时起 我就怀疑 赵霖 才是真正的复仇者 怨言相报 凶缠不休 万千悲剧 百种恩仇 不过都是你历史人罢了 小姐 人间百态 不就是这样吗 是 所以 这也是我们存在的理由 这也是我们存在的 我存在的 这也是我们存在的 我存在的 这也是我们存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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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